小朋友搭上雪板高速往下滑 體驗激速快感 隨手抓起雪來場透心涼的雪障 小孩簡直玩瘋了 好玩 好玩 滑雪的那個好玩 這裡是台中Outlet室內滑雪場 500坪大的場館滿滿都是人造雪 室外高溫將近35度 室內恆溫15度 連一半都不到 當然外面很熱 所以進來裡面 這兩天實在是熱到不行了 想說順便帶他們出來這邊玩一下 母親節假期碰上炎熱高溫 每日來客數從原本不到100人 增加到了超過150人 成長5成以上 人潮回來了 防疫措施也不能少 進場我們的量體溫 然後還有手部的消毒 都會勸導個人 就是在遊玩的全程 也是能夠全程配戴口罩 但現場還是有將近一半的遊客 沒有好好戴口罩 業者無奈只能勸導 而天氣好熱 只要哪邊能避暑 哪邊就有人潮 大理軟體園區雪樂園 球池裡的孩子 毛起來互相丟球 或是玩丟滑梯 大碰碰車 他們清一色穿上大外套 因為裡頭只有零下6度 現在天氣比較熱的關係 天氣比較涼 而且不會有日曬雨林的 疫情趨緩碰上母親節假期 民眾到戶外踏青 而台灣熱得像顆烤番薯 最高溫突破39度 而這些消暑的景點 就是人群保證 記者楊建連家慶張志凱 SNG小組台中報導 杀索 金 士 可 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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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